心灵環保 自然倫理 呼气的树林 再见 明天见 太阳公公都下山了 为什么还这么热 真的好热哦 再忍耐一下 等一下到了绿色隧道 就凉快了 耶 没错 绿色隧道 我们来咯 好凉 好凉咯 好凉 好凉啊 哇 好凉哦 你们看 地面一闪一闪的好漂亮哦 我爸爸妈妈说 他们刚结婚的时候 这些树才刚种哎 矮矮小小的 种了十几年 才长到现在这么高 什么 这些树要这么久才能长这么高啊 不知道 等我们长大以后 这些树会长到多高啊 你们看 你们看 有小松鼠哎 哇 好像一年比一年热了哎 哇 好像一年比一年热哎 妈咪 怎么会这样啊 为什么啊 妈咪 怎么会这样啊 为什么啊 小光啊 为增进公共建设 这里要盖大楼 道路需要拓宽 所以就必须把这些树 怎么可以这样啊 怎么可以这样啊 这些树长这么大 要很久很久哎 而且 是他们现在这里的 为什么要把他们看光光 小光 躺在我身上睡觉 很舒服吧 太舒服了 啊 你是谁 别怕 我是树林公公 欢迎来到树林王国 啊 树林王国 这里好多树 好漂亮啊 在树林王国里的树是最幸福的 但是一旦离开了这里 就 你是指绿色隧道的那些树吗 那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每天都有很多树木被砍伐 运气好的 或许能够被妥善的移植或利用 但大部分都无辜的牺牲了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要把你们看光光 为了守护人类与地球 总是尽责地站在这里 但人类常常为了四月的利益 就牺牲了我们的生命 我不要 我们与所有植物一样会行光合作用 制造氧气 吸收二氧化碳净化空气 美化环境 树印可以调节温度 果实种子植物体可以当食物 药材 香料 建筑材料 燃料 造纸 树根可以防止水土流失 防止沙尘暴 增加蓄水能力 改善生态环境 除此之外 我们还能工人观赏 放松心情 修正视力 让其他动物休憩 维持生态的平衡 我们对人类世界来说 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生命体啊 要怎么做 才可以帮助你们 你可以把我刚才说的话 告诉你所有认识的人 改变大家的观念 不再乱砍树 这不但是为了我们 也是为了你们人类自己 好 我一定会的 小光 小光 我一定会的 我一定会的 你终于醒了 吓死我了 妈咪 我刚刚遇见树林公公了 什么树林公公 你中暑晕倒了 妈咪 我没有骗你 我真的去了树林王国 树林公公跟我说 树可以进化空气 制造氧气 还可以调节温度 防止水土流失 还有 树好好 树不会说话 也不会动 所以 我们常常忽略它的重要 地球上 如果没有树 不但有很多生物会消失 人类也无法生存 如果没有树 人类将会死亡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种树 爱树 保护树 是我们大家的责任 这堂课要练习画人像 心灵环保 校园伦理 美丽的长发 这堂课要练习画人像 这堂课要练习画人像 这么长 一定留了很久吧 头发这么长 好像女鬼哦 美丽 你平常都怎么保养头发的 看起来好柔顺 都不会打结 我真的很宝贝 我的头发 因为我有一个愿望 哇 丁丁 我的头发很重要 请你不要乱拉啦 女鬼 女鬼 美丁 我的头发很重要 美丽 请你帮我们念一下课文 好 丁丁 到教室后面罚站 对不起 因为一些原因 我把头发剪短了 没关系 短发还是一样可以画 大家继续吧 美丽是不是跑去烫头发 不小心烫坏了 所以只好剪掉 还是得了什么怪病 头发掉光光了 我知道了 一定是丁丁啦 都是丁丁一直叫美丽女鬼 还拉她的头发 美丽觉得很难过 才把头发剪掉的 对 一定是这样 都是丁丁害的 真的是因为我吗 再见 你要去哪里啊 不行 哇 好用功啊 今天下体育课的时候 做的体操好有趣 美丽 对不起 我不应该捉弄你 叫你女鬼 害你把头发剪掉 丁丁 不是这样子啦 你误会了 虽然我不喜欢你常常乱弄我的头发 但是我的头发不是因为你而剪的 那是为什么 你们跟我来吧 这里是我妈妈当志工的儿童医院 这里有很多得了癌症的小朋友 这跟你的头发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得了癌症 必须做化疗 而化疗会让头发掉光光 所以 为了不让这些小朋友觉得自己不一样 我留长头发 就是为了捐出头发 做成假发 送给他们 美丽 你好棒哦 好有爱心哦 原来是这样啊 美丽 男生也可以捐头发吗 当然可以啊 只要不怕别人的一样眼光和捉弄就可以了 你不要这样说啦 我知道错了 我也想帮助这些小朋友 我们也要帮忙 太好了 只要有恒心和毅力 每个人都可以贡献自己的头发做爱心哦 这样就不用每个月捡头发了 还可以省钱耶 只要是对的事情 就应该努力去做 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 或许 一开始别人无法理解 但是只要坚持到最后 一定能够影响他人 让更多人加入 一起做好事哦 新名款吧 生活伦理 理财小老师 什么 这是你用零用钱买的 对呀 厉害吧 妈咪不是每天都只给我们十元 你怎么有钱买这么贵的东西 我知道了 一定是妈咪偷偷多给你的用钱 才不是呢 你还记得半年前 丁丁妹又来存钱呢 对呀 丁丁妹这么小就懂得储蓄 真的很棒哦 没有啦 没有啦 第二个月后 我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 耶 啊 啊 哥哥 你又买冰棒了 对呀 我用零用钱买的 难道不可以吗 没有说不可以 只是你每次都乱花零用钱 拿去买零食 妈咪给的零用钱这么少 除了买零食 还可以干嘛 你没听说过鸡少成多吗 鸡少成多 是说公鸡很少 灰尘很多的意思吗 好奇怪的成语哦 大哥 你居然还说鸡少成多 是公鸡很少灰尘很多的意思 嘿嘿嘿嘿嘿嘿嘿 那个 如果我知道鸡少成多的结果这么棒 我就不会笑你了啊 哼 虽然妈咪每天只给十元 但是只要存起来 十元变二十元 二十元变三十元 五十元变一百元 越变越多 可是 不可能通通存起来 一块钱都不花吧 嘿嘿嘿 所以咯 每当零用钱 累积到一定数目的时候 我就会分成两份 一份存起来 一份买点心吃 或是买笔 买作业布 我懂了 下次我就把五天的零用钱存起来 拿去买纽带 你看 积少成多我也会 可是 我还是宁愿多存一点钱 拿去买自己真正想要 品质好一点的东西 因为 我的机器人 随便花钱买一堆品质不好的东西 不断容易坏 最后还会变成一堆垃圾 到底要怎样才能有效运用零用钱吗 很简单啊 首先 定定一个明确的目标 目标 然后 学习分配零用钱 一半存起来 最后 努力储蓄 很快 你的梦想就能实现啦 嗯 从今天开始 我也要开始储蓄 规划零用钱 把钱花在更值得的地方 而不是通通拿去买零食和玩具 太好了 哥哥 我们一起努力储蓄吧 大家都有零用钱吗 不管多还是少 都可以积少成多哦 从现在开始 养成储蓄的好习惯 以备将来不时之需 会非常有成就感哦 心灵环保族群伦理 刻板的幻影 今天 班上转来一位新同学 大家拍手欢迎 别害怕 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就可以了 大家好 我叫又又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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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是又又哎 又又好文静又内向 哇 好像 跟班上其他男生不太一样 对啊 是不是 有一点 嗯 我跟你们大家说哦 刚刚在体育课的时候 我看到了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 是真的啦 是真的啦 我和您您亲眼看到的 她真的拿出了哈啰啰啰耶 哈啰啰啰 不是你们女生在玩的吗 所以才奇怪啊 呦呦真的好奇怪哦 男生玩洋娃娃 噓 小声一点啦 不要被她听到 我怕她会哭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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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唉 老师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最后还有一个猜猜看的游戏 大家要仔细听哦 从前从前 有一个农夫 他有两个小孩 一个男生 一个女生 爸爸 今年雨水丰厚 一定会有好收成 辛苦了一整年 总算没有白费 谢谢老天爷 午餐煮好了 你们快上来吃饭吧 我的头好痛啊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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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农夫因为常年辛劳 得了一种怪病 只有龙王胡须可以医治 我去找龙王胡须 你要好好照顾爸爸 好 我会的 你要快点回来哦 经过了三天三年 他终于找到了龙王 并且顺利拿到了龙王胡须 农夫吃下了龙王胡须后 病很快就好了 头也不痛了 三个人继续过着辛劳却快乐的日子 故事说完了 现在我要你们猜一猜 农夫的两个孩子 哪一个是女儿 哪一个又是儿子 哇 我知道 当然是帮农夫耕田 和龙王决斗 拿到龙王胡须的是儿子啊 对啊 你带午餐到田里 细心照顾生病农夫的是女儿 没错 对啦 一定是救药 这也太好猜了吧 哦 真的是这样吗 怎么可能 女生怎么可能有力气种田 还那么勇敢去打龙王 啊 老师 你把我们大家都搞糊涂了啦 从小 你们就一直被告知 女生必须是安静 乖巧 顺从的 男生就应该要积极 勇敢 不可哭的 可是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那些都是受到社会文化 赋予性别的刻板印象 仔细想想看 是谁规定女生就一定要玩洋娃娃 男生就一定要会打篮球呢 谁说女生都很会煮饭 爸爸妈妈带你们上的餐厅 饭店的主厨不常常都是男生吗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模样 不应该歧视跟自己不一样的人 彼此尊重 包容 欣赏才是正确的态度哦 对不起 悠悠 我们错了 悠悠 你的Hello Kitty好可爱 可不可以借我看啊 我们不应该对异性存有性别刻板印象 因为每个人在个性 特长上都有先天或后天的不同 不能一概而论 我们更应当尊重同性别之间的个别差异 因为每个人都有多元的特质 我们要学习彼此尊重 欣赏和接纳每一个人的独特性 心灵环保 族群伦理 棒棒堂的滋味 好赞 好好吃哦 你笑到我了 你 你想吃吗 想吃的话 自己去买啊 对啊 小天 小伟 你 你们两个又偷懒了 快点回来扫地 你不可以偷吃哦 哈哈 被鸽子吃光了 活该 不乖不见了 我就知道 一定是被阿明偷吃了啦 明天户外教学 大家要记得带水 午餐 或是一些饼干之类的小点心哦 耶 终于可以买饼干吃了 妈咪 我们明天要上外教学 老师说 要带水 午餐 或者是饼干之类的小点心 妈咪 我想 可是 妈妈这个月的工资还没发耶 还好 我今天有买白吐司 你明天就带去当午餐好了 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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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忘了带吐司 阿明 这样中午会饿肚子啊 你看阿明 怎么带白吐司啊 阿明午餐只吃白吐司耶 难怪他会偷吃我们的饼干 对啊 我好期待哦 其实我们这次去玩的地方很棒耶 嘿嘿嘿嘿 好极度 咔换 太难了 真正强 阿明 你上次偷吃我们的饼干 现在又想拿我们的棒棒糖 我 我没有吃你们的饼干 这些棒棒糖 我这天起来要还给你们的 我妈明说不能拿别人的东西 骗人 我才不相信 阿明说得没错 他没有吃你们的饼干 昨天你们两个藏在花圃的饼干 是被鸽子吃掉的 我亲眼看见的 这些棒棒糖 明明是刚刚你们掉在地上的糖 滚到我们脚下 我和阿明把棒棒糖捡起来 是要拿来给你们的 阿明 对不起 这些棒棒糖统统请你吃 对不起 我们错怪你了 没关系 那我们一起吃吧 一开始 我和小伟都误会阿明 我们认为是他偷吃我们的饼干 又打算拿我们的棒棒糖 但是当我们知道事情的真相后 才发现我们都误会他了 我们一直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 大家千万不要以猜疑的心灵去揣测别人的心 不然可是会失去一个好朋友哦 心灵环保 家庭伦理 外婆忘记了 万儿我们去看外婆 马上就回来哦 看外婆 我也要去 好吧 可是外婆最近身体不太好 万儿只能静静的 不可以吵外婆哦 好 我知道了 外婆 你是谁啊 外婆 我是婉儿啊 你不是婉儿 她才是婉儿 宛儿快过来啊 好久没来看外婆了 我的宛儿啊 长这么大了 我还记得你小时候 可爱的模样呢 你妈呢 你妈怎么没来呢 她好久都没有来看我了呀 原来你去切水果了 我还以为你没来呢 宛儿 宛儿 外婆怎么了 为什么把我跟妈咪 还有阿姨都认错了 还说我不是宛儿 宛儿 外婆只是生病了 外婆为什么不理我 宛儿 外婆是大脑退化 罹患了失智症 失智症 那是什么 那是一种会影响记忆 注意力 语言的病 严重的话 会没有办法分辨人 事 时 地 物 妈咪 你是说外婆忘记我了吗 其实我也不是很确定 外婆的情况时好时坏 非常不稳定 就留我 又是有时候记得 有时候不记得 我和妈妈 就是怕你伤心难过 才不想让你去看外婆的 不过这样也好了 外婆一向最疼你了 你现在也已经长大懂事了 是应该让你知道的 外婆 外婆不会挑礼物 只好每年送你一个动物玩偶 我最喜欢外婆送我的动物玩偶了 我喜欢动物 也喜欢外婆 更喜欢外婆带我去动物园玩 下星期就是我的八岁生日了 这一次外婆还会记得送我动物玩偶吗 以后还会带我去动物园玩吗 外婆 你不要忘记我 外婆 也不要忘记我们的开心回忆好不好 外婆 婉儿 你回来了 刚好 快跟我去找外婆 外婆怎么了 我带阿嬷在附近买菜 查一下 阿嬷就不见了 我就赶快跑来 看阿嬷有没有来这里 先别说了 赶快去找阿嬷吧 好 外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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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里 外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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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到底会跑去哪里呢 阿 我知道了 快等我来 外婆 妈 阿嬷 在哪里 在哪里 阿嬷 原来 妈是来帮婉儿挑生日礼物 外婆 外婆 婉儿 你看 这是外婆送你的生日礼物 喜欢吗 喜欢 我好喜欢 我就知道外婆没有忘记我 以后我每天都陪你吃晚饭 这样你每天都会见到我 就不会忘记我了 外婆怎么会忘记婉儿呢 外婆最喜欢婉儿了 还要经常带婉儿来动物园 对不对啊 外婆 外婆 我好后悔 在外婆生病以前 没有多陪伴她 现在她得了失智症 不小心就会把我忘记 但是没关系 我已经决定了 以后要每天陪外婆吃晚饭 让她每天都看到我 就不会忘记我了 心灵环保生活伦理 忙碌的一天 丁丁 妈咪现在出门买菜 你就趁着时间 把家里打扫干净 下午才可以出去玩哦 好 没问题 看我的 喂 丁丁 我是小尾 你现在有空吗 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拜托 现在啊 嗯 好啊 什么事啊 刚刚漫画书店通知我 我预约的最新一级的海贼王 已经来了 会帮我保留到十二点 可是我妈不让我出去 你可以帮我去拿漫画书吗 嗯 可以啊 OK 丁丁 你最好了 那你要赶快出门哦 好啦 拜拜 丁丁丁 丸儿 你怎么了 我刚刚去游泳 把新买的蛙筋放在游泳池旁 忘了带回来了 可是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事 没时间再回去找 你可以帮我去游泳池找找看吗 嗯 现在 可是我 拜托啦 蛙筋是我把笔帮我新买的 今天才第一次用 我绝对不能弄丢 拜托你啦 好吧 谢谢你 丁丁最好了 嗯 反正还早 婉儿的情况好像比较紧急 不赶快去挖金被人拿走就糟了 喂 丁丁 你不是应该在家里打扫吗 为什么在这里 不是啦 我有重要的事快来不及了 我回去再跟你说哦 拜拜 丁丁 怎么这么多人呐 诶 竞标插队好吗 排队 我没有要买票 我只是要 不管 就下排队 嗯 嗯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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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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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吟吟 婉儿 你不是说有重要的事吗 怎么会在这里 对啊 我说的重要的事 就是来拿预约的最新的海贼王啊 你说什么 还好 前一个预约的人超过时间 我才可以做到漫画 前一个预约的人该不会就是小尾巴 对了,你帮我找到挖镜了吗 呃,挖镜,这个,呃,没,没有耶 没有,完蛋了啦,我一定会被我把鼻骂 啊,怎么会这样 呃,丁丁,你最好解释清楚 为什么打扫到一半就跑出去呢 还有,小尾他一直打电话过来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唉,说来话长 算了,没有借口 为了处罚你不守信用 一个礼拜不能出去玩 在家好好反省 什么 以后我再也不随便答应帮别人忙了 不但累个办事 自己的事没做好 答应别人的事也没办好 不但帮了倒忙 还成了不守信用的人 不只这样 我还有一个星期不能出去玩 真是得不潮湿 在答应别人的事之前 要先考虑自己的能力 如果做不到 就不要轻易答应 不然像我这样 不但没帮到婉儿和小尾的忙 连答应妈咪要打扫家里也没做好 最后还成了不守信用的人